兒子已經完了 兒子已經沒了 沒成千萬 現在我又回來了 兒子 氣色好了吧 好多了 三年前 17歲的郭冬帥 被診斷罹患急性白血病 治療兩年都不曾拔下的針管 在手臂留下 小小卻有深刻的印記 恢復的挺好的 基本是屬於是痊癒了吧 只要是不復發的情況下 這個家庭你過去 他的爸爸和媽媽 那種滿腹的怨氣 和對自己在看病過兒當中 一些自己待遇的不公的 一些個不滿也都化解 兒子大病出癒 全家波雲見日 儘管因為治療 還積欠70萬元債務 爸爸堅持捐出500人民幣 他剛才說的意思就是說 他得到這麼多好心人的幫助 孩子現在身體健康了 現在他就正常了 他自己雖然現在說 也比較很困難 但是他要拿出這500塊錢 表達一下他的心意 我就得到了刺激的幫助 我就讓他跟著刺激走 咱們的靜思語 每天都是生命的一張白紙 然後你每天都是白紙 每一個人每一家 都是一條生命的 每個福的人 是的 過去幾年的空白 從現在起逐一填滿 帶新聞真善美之工王芸秀 好 好 好